中大評議會選舉 從未試過有加長版的 中大校有三個不同年代的校友 我叫八十年代畢業的黃德傳 九十年代畢業的陸耀文 我是千禧年代畢業的歐樂軒 你先說吧 我們先讓你先說 關於這個中大評議會選舉 你有甚麼感受 首先正如我之前所說 那個程序完全沒有 一個程序的意識也沒有 我剛剛在講 一般的法團 起碼要講一些普通的程序 要跟 你要跟別人的建築物管理條例 的準則來判定是否正確 但中大校有評議不是沒有 他也有他的會議規則等等 其實他是有得跟 而多次在會上 那些同學 特別是莊耀光校友 亦都在講 你有些條例 你其實是否要跟 來到他做的時候 首先下面的主持 尤其是劉世雄主席 首先要不去堂 他們後面是不理 後面的同學已經 本來很有文怒舉手 後面的時候已經去到一個地方 就是不斷地去叫囂 包括我 不是的 他們的年長校都有叫囂 叫主席快點搞定 不要理他 兩種叫囂 兩種叫囂 好像法團開會 我經常看到這些都是 共有情況 不理會他們 我們票數夠贏 過一過 主席過 過一過 你也很有經驗 一模一樣 你下年要回來看看 好 好 好 我們了解情況 是不是師兄 師弟 大家是 容忍一下也不行嗎 真的不能容忍 如果肯肯接受 憤青話的程序 多多少時間 其實他們覺得是阻時間 因為 拉布經常說 我應該這樣說 兩種心態 拉布等那些人 吃飯走了 不投票 他們下風機會贏 他們會覺得 第一就是 他們有一種心態 他們是不意識 法定組織 如果你收張這麼厲害的東西 一旦你程序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落得 這個司法負荷銀機 因為你等於 就是法團一樣 你那些東西最終就是 去土地審財處 你有一個最終 做一個審財的單位 其實法庭組織網 一定會是這樣 如果沒有寫 就一定是法庭 所以 但是他們會覺得 這些是甚麼 校組織 校友會 有時會覺得 他們真的很看輕 就會覺得 其實已經很清 如果我站在他們那裏 就會覺得 已經很清楚 大量度過了 你們還在吵甚麼 那個很清楚 這些都是肢節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當時看 之前看報紙的時候 就說 找到秘密來 你找到陳智新博士 就是文建聯的會員 來的 鑼鑫 你怎麼看這個背景呢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很多年輕的校友 其實都在說 一件事 就是覺得 你大學 其實不斷慢慢 就是 你無緣無故 如果你是文建聯的會員 就算了 不如你就說 其實你的政治聯繫 某程度上都要申報 但在雙方沒有人寫政治聯繫 有沒有 沒有的 很坦白說 沒有的 沒有犯錯 你看看周晴這版 他自己都報 就算不是社民聯會員 認為社民聯兼施政策 研究幹事 都是要這樣寫 即是聯繫到他支持社民聯的工作 其實 報不報 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 你有一些 自己的知力 其實可能是達到別人了解 關鍵程度 就是你投不投你票 特別是我們年輕校 一定覺得這些事情 某程度上都很重要 因為現在你是選英國 侯耀平議會的主席 現在香港很多人都很忌諱 你怕不怕 萬一他做了校董 你是不是會有一個憂慮 會不會被親中勢力統戰呢 其實這些憂慮 類似的聲音也有提出過 你未必會這樣看 校董會裏面也有幾個來自立法會的校董 陳克勤 陳克勤 陳克勤也有 陳克勤也有 你一個人出來參選 你是否真是光明磊落 周晴也有寫 我也有寫我的背景 幫我們說明做助理 但是 講與不講 或者你自己的人 你是外面結社之後 你參與過甚麼組織都好 其實那個是向自己負責 或者是你覺得適不適宜 但我覺得你沒甚麼需要 去避忌 去不公開 或是說別人揭希望 又很疑? 又疑惑 疑惑 我覺得這樣很看誠 你自己的心當中 是否都是覺得很負面 在諮詢的過程當時會是怎樣 你們是否有目擊 7月9日的時候 都應該有沒有校友質詢 陳博士的時候 有甚麼 他重複報在報紙上講 我覺得這些是潛水 他是潛水的 他自己說的說法是比較奇怪 人們問你你是不是民建聯的會員 你會不會害怕如果你是會員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類似有這些問題 然後他通常會說我也是因為八九六四之後覺得要做些事 八九六四之後才加入民建聯 我聽完之後覺得我沒有聽錯 你不是加入民主派的情況 八九六四之後你不要這麼說 民建聯叫民主建港 全街南都有參加支聯會 譚耀宗當日也參加了他的活動 我想問另外他大學的資歷 例如陳博士有沒有影響 之後揭發很多他的學歷方面 我覺得這個是他個人做手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好像坊間說是野雞那些呢 我覺得 影響中大評議會主席的代表 不是 我也會影響你作為一個中大一個學術機構 他應該很注重這個學術的所謂學術正義 你是不是要排名 要排名 要排名 我覺得既然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第一他要交代 第二就是如果他不交代的時候 我就儘管留意一下 因為校董會他們的會議紀錄很荒謬 例如出席誰人 學術機構最流行的 是 你的名字後面 你有那些什麼 加隊字母 加隊字母 加隊字母你有什麼學術的緝合等等 小弟及其他學術都要走一圈 到時就去看一下他加什麼 如果大家認為有需要去求證 我其實覺得他應該由個位置去交代一下 因為既然 他自己又自稱得他為什麼要躲起來 又不夠膽告訴大家究竟他有什麼學術成分 讀義文說到日後監察大開我們話題 例如你們作為改革派引入年輕 你不算年輕的 人家改革聲音 今次已經陳埃內陸定 你們會否有繼續的工作去做 我理解其實有幾位校友 其實現在都慢慢重新籌組力量 來做一些校正監察工作 起碼遲些都會開會來談 當然名字等等他們都正在決定 但做的事是有的 我們反而覺得接下來 自己的定位未必是 還很主張繼續參與 我未決定 因為參選評議會那邊 有些人都可能有些保留 因為已經有很多的 今次的經驗告訴大家 他們來動員一群人出來 然後你永遠很難來算贏 將來怎樣來玩這個選舉遊戲呢 但我雖然沒有很多參與 但其實我也有份在Facebook的討論 其實我是很支持的 第一是說 其實我很希望連車校友可以伸科相傳 因為我們已經參與了十幾年 應該是時候交牌 今次選不到 我覺得好的契機就是 為何要經常是我選 我以後都不選常委 因為一個問題就是拿回經驗 還有現在還有一年校董 希望可以將一些裏面的消息 或者資訊的時候 可以給他一個經驗去準備一下 因為其實我明白 有些年輕校友 他可能會看了之後 他會沒有心機 但其實民主的爭取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不上街的話 爭取民主的話 民主就不會來了 你是要透過參與去不斷衝擊 這個是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其實我很期望 就是說其實有多些年輕的校友 他是可以肯去一路去跟進 如果你慢慢多些 你才會他們會更加緊張你們的聲音 其實某定程度上高 亦都可以促進了他們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風火台事件 大家會記得 但是風火台事件之前 他們沒有一個意識 就是說大學有一些會 即他們的敏感度很低 他們有一些影響很多人感覺的一些政策 他們從來都不會丟出來諮詢 但是風火台事件 其實正正反映了 這件事是刺激到他們都有一個意識 例如新陳校園那些事情 做多做少做得不好 大家各有判斷 但是起碼有一個進步就是 他們不會說完全甚麼都不做 即是他們開始意識到 諮詢校友諮詢同學 是要高調一點 要讓大家知道 即是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以前也有做 不過沒有人知道我吃了死貓 可能這樣 你現在高調一點 其實讓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都是一路 我在校董會或參與評議會 我是很希望有校正可以多些人參與 還有他有透明度和問責性 這個其實現在是很欠缺的 所以是要多些年輕校友去參與 令到這件事不斷更加 我也同意陸懿明說 因為我們在Facebook也看到 其實是誰問呢 有位校友問 其實在這裏參與的 有多少人是否真的出來 是否就是 你問 我其實是 即是等於我 我也有跟周晴說過 你不要選完一年來拍拖友 不要拍拖友 說的人會多 因為開了一個這樣的組 有很多人參加 有很多人發表意見 但是其實真正現在我們需要的是 一起出來做 一起下手下腳拼的 一些熱心關心校正校友 我們也希望可以多些來參與 其實很多大家都說 很多都是一些 某程度上有做過學生會 然後普羅大眾 或者關心一些 普通中大校正的一般校友 究竟可不可以找到他們出來 可以找多些人 一起去關注中大校友的事情 剛才說 雖然不知道 今次的朋友選舉 別人組織那麼大 我們組織那麼弱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灰心 灰心的地方就是 你一班受到那麼高教育的人 連一般程序都不會說 所以現在才來到 究竟應該要怎樣定位 如果將來繼續參與 參與他們還是令企勞做呢 參與不同的校正機構 或者其他例如有任何的參與 都可以試試 我剛才聽過有些人說 校友評議會底下 其實又有一些工作小組 究竟能否做到參與呢 這些都是值得去討論的 但是參與不參與之先 你都要有足夠營業去做 有足夠營業去做 那你才可以幫忙 做到這個改革聲音 會不會去到一個情況 中大評議會已經剷除異己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意見 於是令到中大學生會 大家會不會有不同的意見呢 例如我看過往民主女神的擺放 中大學生會很堅持 我相信中大評議會真是眼火爆滑 其實我… 沒有理由放在這裏面 應該這樣說 我一直都覺得 其實校方有意無意 他想找一些校組織 其實幫他抬挺 即是你會… 有很多校友支持我的看法 即是給他一個定心軟 所以 平議會現在來 即是我相信 未必有校友主張 去討論一些爭議性的事情 但我看回其實十幾年前 即是不要說民主女神 新民主女神 國殤之處的時候 97年的時候 其實校友評議會是有談過的 即是說如果 即是同學是有一個意見 即是覺得 即是好像港大一樣 發生了些甚麼事 應該怎樣看呢 其實反而就是 平議會在最初的時候 其實有些事情在摸索 即是探索平議會 應該怎樣做的階段 他們反而開放點 都有討論 現在就… 你可以上網查看 當時的記錄 跟香港的政治環境生態一樣 即是現在越來越封閉 越來越一面倒 大家甚麼都不要說 其實我… 有 有 某定程度是有的 你今次的會 其實都是一個宿應 即是慢慢的對立越來越… 即只是世代的對立 而且亦都是… 即是對於你所謂要尋求改革的時候 而又面對著保守派的兩種對立 其實我覺得都有點像香港社會 是… 這個絕對是一個宿應 我很同意 所以為何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出來參與校友都覺得就是… 為何反而會越來越封閉 覺得很奇怪 面對中大校友大家都是… 節目的家場是完結 我們都期望中大校友團結一致 希望中大聲譽越做越好 學術成就越做越好 校內的學術自由風氣也好 他應該用中文還是英文教學呢 現在用英文教學我讀碩士的時候 其實… 那個教授都在講中文 我經常覺得一件事就是… 學術自由也包括你的老師認為 這是中文還是英文 因為我們讀書以前的年代 大家記得五檔學系 其實是沒有這些政策 即是規定的 但他們現在就是… 劉遵義一下子就說國際化 你以為你說 我要吸引外國學生來的話 那麼我不提供一個英語教學 那麼他們怎麼來呢 就拿這個做藉口 但應該會看就是… 其實我自己也批評 過去中文大學沒有這些強制性的時候 你又對大學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大學不是一樣 排名一邊升一邊慢慢發展 成一間很具規模 很有學術地位的大學 好呀很有學術 新科商團到你了 你再給三十秒 你再說你… 畢業一年之後會怎樣 和其他學生會 你們現在還有沒有聯繫 一路很緊密聯繫 我們作為一些新的畢業的校友 不要那麼激行不行 嚇到阿爺 我們很乖的 當然如果是可以做到事 當然是不想 未必一定要激 但最重要的是 希望多些校友一起去做 一起去關心校政 希望可以幫到中大 達至到我們理想的中大 例如我們整個講到很多 民主自治 希望我們中大能夠做到一個 好的教育的大學 作為高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 文字論述很重要 希望你們跟校友或學生會 多些文字論述 跟我們不同的校友溝通 亦希望一些前輩 師兄都了解你們的心態 在大家的交流當中 這裡宣傳一下 你就是中大校有關主組的網頁 大家可以上去見到我們很多的文章 是的 我也要上去看 留意多些 今天謝謝兩位 好的 各位 各位 英文發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